大家好 我是Andy 歡迎來到Blood on the Clock Tower 血染中流的教學 作為BG Pod 2022年度的Game of the Year 這個滑時代的社交推理桌遊近來越來越多人玩 所以決定做這個簡單的教學 希望各位玩家看完這個之後 都會了解到遊戲的大概流程和玩法 最後都會提出一些容易出錯的規則 大家玩起來就會更加得心應手 Blood on the Clock Tower 是一種可以給5-20人玩的 社交推理陣型遊戲 玩家將會比達到一個阿牧布拉夫的小鎮 原來一個雷電交加的午夜 一下客人的尖叫聲驚醒了小鎮上的村民 受到驚嚇的村民都趕到城鎮廣場 就發現雪書人慘死並掛在鍾樓上 他的鮮血還不停滴落在廣場的石春路上 例如雪書人一直流傳的故事 惡魔會在夜間視陽 而日頭時發了人影匿藏在村民之中 每一個村民都有些訊息 但惡魔和二招攬的爪牙 亦都會刀出三波謠言 去混亂視聽 從而令到村民之間互相猜疑 村民就需要在時間好中之前 找到並將惡魔處決 遊戲官方一共有三個劇本 分別是暗流湧動 暗月初升 和夢魂春宵 如果你是第一次嘗試這個遊戲的話 無論你是一個多資深的玩家 我都很強烈建議在暗流湧動作為一個起點 接下來的教學 我都會用暗流湧動這個新手劇本作為難本 去講述遊戲的規則和流程 在血染中流入面 玩家會分為善良和邪惡兩個陣營 善良方的勝利條件 就是要找出並殺死邪惡陣營的惡魔 而邪惡陣營就要確保在惡魔不死的情況下 修正場上僅有兩名的全部玩家才能獲勝利 善良方的玩家亦分為兩類 一是村民 每一位村民都有自身的能力 或多或少都會去自己陣營帶來一些資訊 但往往都需要善良陣營的村民去互相交流 通過將不同的訊息去整合或者排除 這樣就可以慢慢找出邪惡陣營的玩家 並將他們逐一擊破 而第二種就是外來者 外來者也屬於善良陣營的玩家 他們的勝利條件都和善良陣營一樣 但往往會為自己的陣營帶來一些副作用 最經典可以說是走鬼這個角色 他以為自己是一個村民 但實際上他是一名走鬼 在抽角色的時候 他會看到自己是一個村民身份 例如他抽到一個占卜師 他每一晚都可以發動占卜師的能力 而說書人也會配合 協助你去完成你的能力 並且給予你的信息 但你得到的訊息往往很大機會都是錯的 這是因為說書人會在規則容許的情況之下 按照對局的情況去平衡雙方的局勢 從中就做一些罕有的事件 令到對局更加精彩 加深玩家入面的體驗 所以即使你是一個村民 你獲得的訊息並不一定是正確的 而當你認清你有可能是一名走鬼的時候 它是你陣營獲勝的時間也越來越近 而斜殼陣營的面 亦會分為爪牙和惡魔兩個身份 作爪牙就要確保自己陣營的惡魔可以存活到最後 並盡可能擾亂場上的資訊 例如投毒者的能力 可以每個晚上選擇一名玩家落毒 他的技能就會失去效用 而獲取的訊息大多機會都是假的 從而擾亂場上的資訊 就和醉酒的效果一樣 爪牙的能力往往都強過惡魔 只於他每晚就沒有殺人的能力 在必要的時候 他要盡力做好惡魔的身份 甚至乎以要犧牲自己去保護惡魔 而惡魔作爪惡陣營的大佬 大多數都會擁有晚上殺人的能力 在暗流湧動這個劇本裏 只有一種惡魔就是小惡魔 他的技能是 如果當晚選擇自殺的話 其中一名在生的爪牙就會成為生的小惡魔 接下來就講一下遊戲的流程 每個玩家都會有個劇本的身份列表 上面會印有該局劇本會出現的所有角色和能力 玩家是不會知道具體有什麼角色會在該局遊戲中出現的 遊戲一開始 說書人會根據玩家的人數 按照這個配置表去分配角色的類型 然後玩家就要在盲抽袋裡抽取自己的身份 之後就將身份交給雪書人 就進入第一個晚上 大家會閉著眼 雪書人首先會喚醒爪牙 告訴他誰是惡魔 然後就會再喚醒惡魔 告訴他誰是爪牙 和三個不在場的身份 我讓邪惡團隊可以扮演身份去掩飾自己 然後就會按照角色順序 這次序逐一叫醒 可以發動技能的角色 不然告訴他們相應的訊息是什麼 完成後就會進入入入頭 大家就可以睜開眼 在這個時候玩家可以自由發言 大家可以選擇公開發言 或者指定和某些玩家進行私聊 或者組成一個團隊去聊天 當雪書人認為聊天環節進行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會進入提名和投票的環節 所有在生的玩家每個入頭都會有一次提名的機會 而每玩家在每一天都最多給可以提名一次 首先會由提名的玩家講出理由 然後被提名的玩家會為自己辯解 接著就會進入投票的階段 雪書人就會站在中心伸出一隻手 由被提名的玩家開始 就做一個順時針的旋轉 當他的手指向過命玩家 而該玩家舉手的話 他的票就會被計算在內 而被提名的玩家就會做最後投票的人 當得票的票數多過全目玩家的一半的時候 這個投票才會通過 而各名玩家會被標為代儲決 如果有另一位玩家 會有更多票數的話 他將會成為一個新的代儲決的玩家 如果有兩名玩家同樣得到最多票數的話 即兩位都不會被處決 當再沒有人發起提名的時候 剛才代儲決的玩家就會被處決 就會進入晚上 大家再次合起雙眼 雪書人會再次按照順序 他叫醒晚間會發動技能的玩家 而惡魔也會在第二天晚上開始殺人 當日休息的時候 雪書人就會公佈哪位玩家在晚上被殺 而被殺的玩家是不會被公開身份的 而當玩家死亡之後 他仍然能夠自由發言和聊天 只不過他的孝男就會失去 而他就會最終有一票的死人票 所以有必要的時候可以主動赴死 去證實自己的身份 遊戲就是這樣日夜交替 直到由一方達到他的勝利條件為止 接下來就會跟大家說一些新手常犯的錯誤 首先就是首夜資訊村民的發動方式 大家要知道首夜資訊的村民 例如洗衣服的發動方式是怎樣 那兩名玩家其實是雪書人選擇 而不是玩家選擇 例如在第一個晚上 雪書人會告訴洗衣服 2號和5號玩家其中一名是占卜師 千萬不要以為是可以自己選擇 在你扮演這類角色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容易被揭穿 第二就是死亡和處決的分別 這是一個新手容易混淆的地方 簡單而言 每一天頭只會一名玩家被處決 然後就馬上進入晚上 在暗流湧動的劇本裏面 癥癌者被村民系名 那個村民就會立即被處決 而且進入晚上 而被投票投死的玩家 亦都會視為被處決 例如宋葬者只會看到被處決角色的身份 而夜晚被惡魔殺死的玩家 他們是驗不到的 接下來大家留意 就是夜間行動次序 滿名角色都有他們自己的夜間行動順序 例如第2個夜晚開始 小惡魔就可以殺人 而小惡魔的觸發行動順序 是在其他村民之前 所以小惡魔殺死的玩家 是將不能夠發動他的技能 例如小惡魔殺死了占卜師 因為占卜師的行動順序 持過小惡魔 所以他已經死亡 並且不能夠發動他的技能 而現在坐在占卜師旁邊的是共情者 而這個共情者因為行動順序 也是持過小惡魔 他觸發技能的時候 占卜師已經死亡 所以他檢測的鄰近傳活玩家 會有所不同 最後一樣說到 可能會比較少見一點 但也會留意 就是技能施放者的身份 如果作為轉變的話 效能也會失去 例如場上有個投毒者 向共情者落毒 然後小惡魔選擇自殺 將他的爪牙 投毒者變成新的惡魔 他原先的投毒技能就會消失 所以原先被投毒的共情者 會重新健康 也會獲取真確的信息 以上就是一些我作為說書人的時候 留意到玩家常犯的錯誤 我們在Discord也會跟Patreon的會員 不定期在網上約戰血染中流和 就會用官方的網頁版 去進行血染中流的規局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加入 希望今次教學會幫到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很開心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 聊天遊戲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Bye bye